真正的是新疆 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就新疆一个数据 你们要过我日子 你们真的一晚上就会崩溃的 咱们新疆的战友告诉我 他当然是体制内的了 他会说七哥你知道新疆什么情况 他说我是去了一个镇上 这个镇已经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被隔离 三个多月了 他说这个镇 是当时旅游的重镇 我不要说什么具体地方 他说一个旅游的重镇 他说很多餐厅啊 就是很有名的餐厅 是游客必来的餐厅 他说我们打开了这些 被隔离几个月的餐厅 门被锁住的 他说几乎一条街上 闻到最多的味道就是尸体 他说很多尸体已经干掉了 如果你看到了 郑州的所谓七二六房间的八个女孩的死亡 那你就太小大夫完全比你超出你想象的糟 第二西藏 西藏的咱们你们知道我有多少好朋友在里边 一个庙里边就拿那个就往外抬西藏那个板车往外拉尸体 他说一开始都是拉的时候 大家还惊讶 不敢想象 到后面大家发现 哇塞 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拉不完的人 当年我说新疆的时候几万人几十万人被关起来的时候 全美国人欧洲人给我见面的 Miles不要那么夸张说话 怎么可能啊兄弟呀 他关几万人他关哪去呀 这人不吃吗 什么地方啊 我真的就无语了 少见多怪 无知是这个人类上所有的悲剧的发生的根源 对真假的辨别能力 对善恶的识别能力 但是最后知道了 西方的官员在新疆多少人被压 被死的情况下都已经忘掉了 咱们承认上百万人被关 咱们承认了百万人被关系